别人都穿越成女主或者恶毒女配 他倒好 直接穿越成女主他妈 这是一本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 父亲在婚后 继母带着女儿们搬了过来 和一个善良的姑娘组成了新的家庭 自父亲去世后 继母和姐姐便开始欺负他 这就是灰姑娘的故事 虽然他很心疼灰姑娘 但他也不想 穿进来当灰姑娘的后妈呀 如果让他逮到那个让他穿越的人 他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给她个大逼不 不过他现在真的好想玩手机呀 无处发泄的他只能拿面团来出气 他一边揉面团一边幻想手里是手机 突然一句母亲给他下一机灵 他抬头望去 眼前的这个女孩 正是他的大女儿爱丽丝 而他还有一个二女儿丽丽 但不得不说他爸的基因真强大 两个女儿的长相 简直是他们老爸的翻白 丽丽看着正在烤面包的母亲 忍不住夸赞道 好香啊 没想到母亲还会烤面包呢 他听到丽丽的夸赞说道 过几天教你吧 学会了总没坏处 这是一位黄发女孩 正在悄悄向她们靠近 没错 她正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 同时也是米尔最讨厌的人 其实大家站在米尔的角度想想 也就能理解她为什么变成恶毒寂寞 因为她不是米尔亲生的女儿 米尔本来就讨厌她 现在还得抚养她 并给她张罗婚事 而且她总是笨手笨脚的 什么家务活都做不好 她看着眼前的灰姑娘 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睡美人就是碰了缝纫 真然后陷入了婚女 万一她被盘子割到了 像睡美人一样沉睡一百年 那不就完了 女人明明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一睁眼却莫名多了三个女人 还没谈过恋爱就已经为人父母 要不是她内心强大估计早就崩溃了 她现在最大的喜悦 就是等灰姑娘和王子结婚后 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养老 这时灰姑娘跑来说到母亲 有客人来了 那个人说她是从城堡来的 米尔听到城堡二字突然想到 这不是原作的情节吗 灰姑娘去参加宴会 然后不小心把鞋落下的场景 米尔示意女儿们先待着她出去看看 她看着来人的穿着打扮 确实挺像城堡派来的人 而那个人则是慌忙地递来邀请函 随后就离开了 见她离开女儿们都围了过来 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而一旁的小可怜都不敢凑过去看 坐在餐桌上米尔用刀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封圆圆舞会的邀请函 圆圆舞会是指年满16岁后 进入到的高级社交际 这场舞会是在两个月后 莉莉听后兴奋地问道 母亲我们会去参加吧 在听到母亲说我们四个都要去的时候 她俩不自觉地看向灰姑娘 莉莉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大姐用脚拦了下来 看来她又要卖些珠宝 给女儿们订制礼服了 吃完饭后 她们动身去城里订做衣服 看着莉莉和灰姑娘相处得那么融洽 米尔也感到特别开心 但不得不说城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不一会他们就走散了 这时爱丽丝开口问道 你这样做是想让她俩更亲近一些吗 米尔解释道他们也是姐妹 关系好了肯定没坏处 爱丽丝还想说些什么 突然一个矛头小子把米尔撞踪在地 爱丽丝赶忙俯下身去 看母亲有没有受伤 在检查母亲没什么大碍后 她一把抓住那个矛头小子里论了起来 米尔看着争吵的两人心想 没想到爱丽丝这孩子脾气还挺火爆的 这时突然出现一位棕发男子 他晚上米尔的胳膊表示 小姐 真对不起 那孩子不是故意的 米尔在听到小姐二字后一把推开她 年纪轻轻地和长辈说话这么随便吗 这个男人爱上了已婚妇女 并且一见面 就把祖传戒指当作礼物送给她 但没想到人家对她根本不来电 反倒嫌弃她和长辈说话没大没小 就在这时 爱丽丝拉着那个矛头小子走了过来 示意她快点给她母亲道歉 棕毛听到母亲二字后论了一下 她还以为这位女士是他们的姐姐 米尔打句道这孩子真会说话 这时那位矛头小子九十度鞠躬 向米尔表达她刚刚的歉意 但她后面越说越离谱 说什么上刀山下火海 棕毛看着被吓到的两人 一把抓住她的领子 轻拍着示意她快闭嘴 不得不说还是棕毛会办事 二话不说就把手上的祖传戒指 给米尔当作赔礼 她似乎猜到了米尔的心思 临走前告诉她那枚戒指是卖不掉的 米尔看着手中的戒指思索到 虽然大部分家族的家徽她都见过 但这样的花纹还是第一次见 这时丽丽和灰姑娘手牵着手滚 兴奋地向米尔汇报她们发现的东西 突然粒粒蹲下身来 连忙问米尔是不是受伤了 再听到大姐说 刚刚有个貌似鬼不小心撞那 灰姑娘担心地表示要不先回家吧 米尔笑着说道没事的 我们继续逛街吧 但走了一个小时她终于忍不住了 她的鞋子非常抹脚 刚才为了逞强她走了好久 希望没扭到脚腕 突然一位热情的女士走了过来 招呼着她们先到自己店里坐着 随后她毫不客气地拉开米尔的衣服 检查伤口 还说到把老鼠屎和蜂蜜混在一起 伤口会好得快一点 米尔听到老鼠屎三个字后瞬间惊呆了 这女人该不会疯掉了吧 她才不要图那些奇怪的东西 可拿想这女人根本不给她反抗的计划 看来这是准备霸王硬上弓啊 你听说过用老鼠屎治疗伤口的吗 这个女人一脸认真的说 老鼠屎治疗伤口特别好 说着就想给米尔试验一下 米尔赶忙拦下她 示意她帮忙把伤口洗干净就好 清理好后米尔向她表达了谢意 并向她介绍着自己的女人 女人微笑着说道我是一个裁缝 这时灰姑娘问道什么是裁缝呀 在听到裁缝师给别人做衣服的时候 她又问道 为什么这家店都没有布料呢 这时裁缝师起身说道 布料都在别的房间里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吧 米尔开口表示想给三位女儿定制礼服 因为过几天他们要去城堡参加舞会 裁缝师听到城堡二字吓了一跳 连忙惊恐地表示自己恐怕做不了礼服 米尔这才注意到 她的裁缝店很小 估计从来没和贵族做过生意 怪不得她会表现得这么害怕 于是米尔选择用激将法 没想到还真的有效果 看着满是干净的裁缝师她 是满 随后她把女儿放在这里 选自己喜欢的布料 自己则去了哥哥的府里 她看着迎面走来的大嫂 开心地问最近过得好吗 其实两人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可自从米尔的丈夫失踪后 她不再接受任何社交界的邀请 但大嫂从未放弃给她寄邀请函 因此她感到非常暖心 正当两人谈话间 米尔的哥哥伯爵走了过来 她笑着说道 哥哥你又胖了 公爵摸了摸肚子表示 都怪我经常去的那家饭馆的菜太好吃了 你抽空和你大嫂一起去尝尝 好像叫什么精灵之拳来着 米尔听到精灵之拳后表示很惊讶 话说那天给我戒指的那个男人 说的好像也是精灵之拳 第一次见面这个男人就问女人 可以闻你吗 小姐 眼前的这个男人 正是精灵之拳的主人 同时也是皇太妃的义子丹尼尔男爵 正当米尔好奇 一个男爵居然是皇太妃的义子时 丹尼尔从他身后走来解释道 我的母亲和皇太妃陛下走得比较近 米尔转头看去 不得不说这小子长得还挺帅的 这时丹尼尔抬起他的手 看来我终于有机会 补偿上次犯下的过失了 一旁的伯爵看着两人亲密的举动说道 看来你们很熟啊 结果两人一个回答不熟 一个回答很熟 场面简直不要太尴尬 米尔看着一脸八卦的哥哥 向他说了事情的起因经过 伯爵听后才发现自己想多了 随后他向两人彼此介绍了一下 丹尼尔听后惊讶地表示 原来您就是万斯夫人啊 在听到米尔肯定的回答后 他拉起米尔的手就要吻下去 米尔面对他突然的扣紧 瞬间脸红心跳起来 随后他松开米尔的手 挽起胳膊示意他要不要一起散散脑 米尔则是很自然地挽住他的手 两人就这样一边走路一边闲聊起来 通过聊天 米尔得知他自己经营了一家餐馆 并且他觉得卖掉那枚戒指 更合算的时候 丹尼尔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一笑给米尔笑猛了 难道他刚刚的那句话就那么好笑吗 突然米尔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肌肉 瞬间脸红着把手放了下来 丹尼尔像是注意到了这个小细节 很是细心地牵起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手臂上 就这样 两人间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情感 女儿和母亲喜欢上同一个人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女人一边捡东西一边抱怨的 莉莉 这些纸我可要扔了呀 女儿闻声跑来连忙说着不行 正当米尔还想说些什么 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 米尔赶忙吩咐女儿把画纸收好 随后他连忙跑着去开门 原来是昨天宴会结束后 丹尼尔和他约好了 今天带医生来帮他检查伤口 突然他看到 跪坐在地上打扫卫生的灰姑娘 示意他有客人来了 让他快收拾一下 然后换身衣服下楼 随后他拍了拍自己的衣服 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打开大门 丹尼尔礼貌地向他问好 他看着眼前帅气的男人 意识慌了神 怎么感觉他今天又变帅了呢 带他反应过来后 招呼着他们进去 医生先是帮他检查身体 然后裁缝室给他测量衣服 经过一阵忙活 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几人坐在餐桌前 开始想吃美食 尼尔也开始进入主题 他询问丹尼尔 和那天那个孩子是什么关系 那孩子与他的女儿们 年纪刚好相仿 刚好可以让他们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 他从丹尼尔口中得知 那孩子的父母由于忙于工作 所以将他托付给丹尼尔 而丹尼尔的工作 就是负责教育那孩子 这时莉莉开口问道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但丹尼尔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对他礼貌的一笑 可这反倒给莉莉整害羞了 本来都交谈得挺萌恰的 突然灰姑娘这傻孩子 直接问人家有没有夫人 瞬间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这个时候只能米尔来解围了 话说我对你的家人 还一点都不了解了 丹尼尔回答道 他的父亲在前年已经去世了 看着他们投来安慰的目光 他笑着表示没关系 反正他早已经习惯了 这时他站起身来皮一道 让米尔带他参观一下房子 就这样他们俩在前面走着 三个女儿在后面跟着 正当米尔准备给他介绍房子的构造时 突然他把脸凑了过来 这个帅气的男人满眼都是这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 却一心想撮合他和自己的女儿 在带丹尼尔参观房子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一直默默跟在他们身后的利益 米尔心想自己的女儿 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但眼前这个男的有点危险 他可千万不能让自己的女儿 和他单独相处 随后两人单独来到阁楼 米尔举着油灯询问他这幅话怎么样 他看着话回答道 确实是一幅好话 但还需要仔细鉴定一下是不是赝品 在听他说完后 米尔不经意间地转头 刚好看到莉莉那一脸崇拜的小表情 他又仔细对着丹尼尔研究一番 其实两人也挺合适的 除了年纪上可能会有点差别 这时爱丽丝问道 你也会教那个男孩 鉴定古董的方法吗 米尔看着他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便说到看来您还是打算 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呀 听到他这样说 丹尼尔误以为他对那孩子有意思 夫人 您好像对那孩子很感兴趣啊 在听到他是因为他的女儿 才对他那么上心后 丹尼尔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米尔受哥哥之邀 和他一同参加皇家举办的宴会 这场宴会 是专门为30岁以上的单身贵族准备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 可以找到各自的伴侣 到地方了米尔才知道 哥哥故意没让大嫂来 原来是想给他介绍男人啊 哥哥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让他再婚吗 他趁着哥哥去拿饮料的时间 在皇宫里闲逛起来 不得不说 这个地方还真是金碧辉煌啊 突然身后冒出的一句你好 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转身一看发现来人正是丹尼尔 真没想到会在这遇见他 不过 他今天打扮的还挺帅的 但为什么他也会参加今天的宴会呢 难道帅哥也缺女朋友吗 这个女人在宴会上差点被嗖了 直接那个男的伸出闲猪手 说着就想对他做图谋不轨的事情 还好他反应快 直接用高跟鞋踩在他的脚上 随着奥的一声惨叫 引来了宴会上其他人的注意 事情是这样的 米尔先和哥哥跳了第一支舞 但因为他好久没跳过 不小心踩到了哥哥的脚 无奈之下哥哥只能先去休息 随后就变成了他和丹尼尔一起跳 虽然中途他也不小心踩到了丹尼尔的脚 他很明显地感觉到丹尼尔有些不开心 看来丹尼尔又误会他了 他略在生气地转身准备离开 却被身后的丹尼尔叫住 他听到米尔说他的女人 这才意识到 他该不会想让那孩子给他当女婿吧 米尔说到他只是希望女儿们能多交些朋友 并不像丹尼尔想的那样 误会解开后 丹尼尔有些小尴尬 原来这么长时间他一直在误会米尔 他真诚地向米尔道歉 可却被米尔说没诚意 这可给他难道了 随后他问到怎样才能让您原谅我 得求您吗 在听到米尔给一肯定的回答后 他立马转换成一副小奶狗的样子 好吧求您了 米尔被他这副可爱的模样给逗笑了 两人约定好下次再见的时候 带孩子们一起出来认识一下 聊完之后米尔开始寻找哥哥的身影 突然身后一个男的叫住了他 并告诉他 他的哥哥正在和别人跳舞 随后他俯下身询问米尔 可以邀请他跳支舞吗 米尔看着他和哥哥认识也不好拒绝 于是就答应了他 可哪想这男的是个老色批 竟然敢用手摸他的屁股 这部漫画的观众都是尖叫鸡 只因男女主配一脸 互动甜出鞋 外冷内热 少言寡语的腹黑弟弟 鸡敏善良 偶尔粗大条的貌美姐姐 他们同框的每一秒都希望立刻原地结婚 在马车上 欧斯的贴身护卫罗哥直言 蓝说的话不可信 不要相信他会为你多走 但欧斯却说现在是非常时期 自己还未成年 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大蓝 现在他们要去参加家族会议 为家族之后的发展所安排 而蓝在这个会议上的主要目的 就是名正言顺地成为代理家族 为欧斯守好他的家族 蓝案子给自己打气 我可以做到 摆脱叔叔的控制 成为一家之主 想要让一个没有家族血统的女人 坐上家族之位很难 但蓝有自己的办法 毕竟她是小说的原作者 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在拉契亚家族中 有一枚封印着火焰叮铃的戒指 叫做新年 这枚戒指只能家族佩戴 如果这枚戒指 被家族以外的人佩戴 那他会把人燃烧殆尽 然而只有知道 这个精灵的名字的人 才能成为戒指青年的主 想好办法后 蓝赞紧了群板 直径坐到了位置上 利德堡公爵开始发表他的演讲 家族的离世让人伤心 但家族还在 福底不能有主人 由于欧斯还未成年 应该让蓝来担任家族之位 立刻就有人反驳 蓝虽然姓拉奇亚 可是他没有公爵家族的血统 怎么能成为家族 看着自己的亲戚们 开始吵吵嚷嚷嚷 蓝主动站起来 比欧斯成年还有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我会担任林氏家族 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但并没有人赞成这个主 蓝别了别嘴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如果你们因为血统的原因 对我不满 他一边朝欧斯伸出手一边说道 可以把戒指暂时借我用一下吗 房间沉没了 大家都在看着这个娇小的少女 欧斯看了一会蓝 慢慢地脱下项链地给了他 蓝把戒指从项链上拿下来 蓝色宝石闪闪发光 他毫不犹豫地戴上戒指 瞬间蓝色的火焰突然升起 人们震惊了 局促不安地把身体向后了 欧斯担心姐姐受伤 抓住了他的手腕 伊斯卡利普 给我安静点 蓝在心里大声叫喊 刚才好像要吞噬他的火花 下一秒就被吸进了戒指 火焰消失了 一群人惊恶地砍着他的手 欧斯也瞪大了眼睛 每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但蓝知道他成功了 本该喜欢灰姑娘的王子 却意外喜欢上了灰姑娘的大姐 这本童话故事还真是不按剧情发展 眼前这个有着一头金黄头发的男孩 他的名字叫 黎安是这个国家的王子 但由于他经常外出又怕别人认主 所以他一直戴着假发伪装身份 按照童话故事的发展 他本来喜欢上灰姑娘 可他却喜欢上了灰姑娘的大姐爱丽丝 米尔和丹尼尔在上次五会约好了 让几个孩子一起认识一下 刚好接着今天天气不错 两人坐在树下面看着几个孩子在打棒球 给米尔吓得立马站了起来 他大声提醒着灰姑娘接球 灰姑娘拿着棒球杆 用力一挥完美地打飞了球 正当他准备与母亲分享喜悦时 却被黎安吐槽他球打骗了 但在听到丹尼尔命令他去捡球时 虽然他心里很不爽 但还是照做了 米尔笑着让爱丽丝陪他一起去捡球 然后把灰姑娘和莉莉叫到身边来 教着两人如何拿棒球杆和打棒球的姿势 这时爱丽丝高兴地拿着球走了回来 打球打累了后 他们围在一起也参了起来 吃饭的时候爱丽丝询问黎安 有没有参加过圆圆舞会 在听到黎安回答参加过的时候 三姐妹露出一脸期待的表情 问她是不是很好玩 这时米尔看着一旁的丹尼尔心想 她长得这么帅 在圆圆舞会上应该很受欢迎吧 她忍不住陷入了回忆 虽然米尔的家事不够显赫 但她在圆圆舞会上依然很受欢迎 很多人都对她出众的容貌印象深刻 这个女人拼命想要隐藏的秘密 结果还是被她们发现了 几人野餐过后乘坐着马车回来 米尔客套地问她俩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 哪想丹尼尔毫不客气地回答好啊 他们进到房子里面后 黎安看后问道 夫人 您家没有庸人吗 米尔心想 没有庸人的秘密可不能被发现了 于是她随便编了一个借口 说庸人这几天休假回家了 随后连忙转移话题 她问黎安会不会参加这次的圆圆舞会 在听到她肯定的答复后 她心想太好了 黎安要是能邀请她的女儿们跳舞就好了 突然她的哥哥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大声质问她 怎么能在舞会上踹她的朋友呢 在米尔的视线里 哥哥马上要气得冒火了 她笑着让哥哥冷静点 而哥哥却愤怒地说道 你差点给人妥踢断 米尔惊讶地表示 我还以为肯定踢断了吗 看来我以后得多加练习啊 此话一出给一跑的丹尼尔都得出现 这时她哥哥才注意到还有外人感 立马冷静了下来 她看着哥哥似乎有点消气 便向她解释道 是哥哥的朋友先不尊重我 随后她把那天发生的事 跟哥哥重新上演了一下 然后笑着说道 哥哥您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踢断她的腿了吗 随后哥哥生气地表示 他朋友竟然恶人先告状 我该她被踢 这时一旁的丹尼尔说道 夫人 我先不打扰你们了 于是她吻了吻米尔的手 夫人 那么我们下次见 米尔看着她离开莫名地松了口气 突然哥哥开口问 她家里怎么没佣人 是因为钱不够了吗 米尔表示她的钱 还打算留给女儿们当嫁妆呢 这时哥哥问道 你就打算独自一人照顾孩子们吗 这个女孩出于好一帮大姐烫米衣服 却一枚惊艳出了意外 把大姐宴会要穿的礼服上烫了好几个后 米尔听到声音连忙赶去看什么事情 看到一直哭泣的灰姑娘 她蹲下身问灰姑娘是不是受伤了 见灰姑娘一直哭着不讲话 便转身问莉莉发生什么事 莉莉一五一时的 向母亲交代了事情的起因经过 这时爱丽丝大喊道 你这个臭丫头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这时米尔指责道 爱丽丝 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妹妹 不许这么没有礼貌 说完后米尔检查着衣服的严重性 发现衣服上被烫了好几个洞洞 她终于理解爱丽丝为什么这么生气了 看着哭泣的爱丽丝 她安慰到没事的 然后把灰姑娘也叫到身边 米尔说到补一补应该还是能穿的 于是她给三姐妹分别安排了一下工作 莉莉负责帮忙 属衣服上有几个洞 灰姑娘负责去找一些鲜花来 而爱丽丝则负责去买一些匹配的布料回来 工作分布完后 爱丽丝骑马直奔裁缝店 幸好时间还走 街上没什么人不然还真跑不快 跑着跑着突然前面冒出一个人 但由于马骑得太快 她来不及刹车 随着她一个帅气的起跳 完美地从那个人身上跃了过去 待看到她没事后 爱丽丝便骑马继续赶摩 但她并没认出来那个人是黎安 此时黎安的心里被种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 回到皇宫后 她一直在想刚刚发生的事情 丹尼尔似乎察觉到她的不对劲 便开口问她在想什么呢 脸这么红 这时她喃喃道 如果我喜欢的人对我没兴趣 那该怎么办呢 丹尼尔直接否决了她这种想法 因为她是尊贵的王子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她的 这本该是一场属于灰姑娘邂逅王子的宴会 却迟迟等不到王子的出现 时间很快来到了舞会这天 尼尔的三个女儿将迎来他们的第一次亮相 她教导着女儿们一定要记得不能寒凶驼背 因为他们要大大方方的亮相 亮完相后 尼尔他们去了一处比较安静的地方 这时她的哥哥和大嫂走了过来 几人打完招呼后 哥哥和她聊起了八卦 听说那天想骚扰你的那男的 不小心摔了一跤 两条腿全断了 好像是从楼梯上滚下去的 可没人知道她具体在哪出的事 尼尔心想这也有点太奇怪 该不会是在什么不正当的地方摔的跤吧 突然一句二位夫人好打断了她的思路 转头看起来人正是丹尼尔 这时她缓缓地向尼尔走来开口问她 夫人 我可以吻您吗 尼尔有些无语 怎么又是这个问题 在她吻过之后 尼尔突然意识到 她好像没有吻过大嫂的时候 难道这家伙质闻广吗 这时她看向一旁的女士们 夸赞道 你们今天真漂亮吗 话说今天的三位小姐都穿得很漂亮 刚刚来宾们一直在怕他们衣服好看 莉莉小姐的礼服颜色很清醒 灰姑娘小姐的礼服感是别致 显得人活泼可爱 不过 大家最喜欢的 还是爱丽丝小姐的礼服 这些裙子应该都是夫人您挑的吧 眼光真好 一旁的爱丽丝自豪地表示 用花装饰裙子是母亲的创业 丹尼尔听后夸赞道 伟大的发明总是从小小的失误开始的 这句话瞬间给尼尔惹得心花怒望 不得不说这孩子的嘴真甜 因这个女人的出现 改变了整个童话故事的走向 这场宴会本该是灰姑娘与王子停蜜的相遇 但却迟迟等不到王子出现 正当米尔自责的时候 突然一位粉发男子走了过来 他熟练地和丹尼尔相互问候 丹尼尔也识趣地向他介绍着米尔的女孩 可不知道为什么米尔突然有种不想的预告 我不其然粉毛直接开门见山地邀请灰姑娘跳舞 此话一出让大姐和二姐很尴尬 因为圆圆舞会的第一支舞蹈对女孩来说很重要 而她当着他俩的面直接邀请灰姑娘 她们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开心的 这时大嫂戳了戳旁边的丈夫 示意她快去圆场 爱丽丝面对舅舅的邀请很是开心 米尔也忍不住在心里夸打 做得实在是太棒了 一旁的男爵健壮也去邀请莉莉跳舞 正当米尔开心女儿都被别人邀请跳舞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旁犹豫的灰皮 于是她开口鼓励灰姑娘别犹豫 你的姐姐们也都被邀请跳舞了 所以你也大胆地去跳吧 灰姑娘听后立马笑着回答好的母亲 米尔看着每个女儿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忍不住感慨真好啊 这时一旁的大嫂走了过来惊讶地表示 哎呀 丹尼尔在和莉莉跳舞呢 米尔不理解地问道这有什么好惊讶 大嫂表示她听说丹尼尔只会邀请公主跳舞 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公主 也就是说她不会轻易跟别人跳舞 听到这米尔惊讶地表示 上次的宴会上她还和丹尼尔一起跳舞呢 大嫂则是笑着表示她对你很不一样了 虽然如此 但米尔一直把她当未来女婿看待 这个女人因拒绝了男爵的邀请 被女儿们狠狠地教育了一遍 因为她们都能看得出来男爵对母亲有意思 但不知道为啥母亲就是鱼目脑袋不开枪 这时米尔说道你们别管我了 快点再去跳一会吧 她看着犹豫的女儿们笑着向她们哭声声 不得不说女儿们还真贴心吗 米尔看女儿们都跳了两支舞 为了防止她们待会跳舞跳不动 于是把她们喊来休息室 示意她们在这里休息会再去玩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哭声引起了她们的注意 灰姑娘小声地向母亲说到那边有个女孩在哭 米尔提醒她们不要过问别人的私事 一旁的女生看着她们略带歉意的表示 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 她的裙子坏了所以才哭得这么伤心 爱丽丝听后表示 母亲你随身带的针线 能不能借给她们用一下 米尔看着大女儿这样说也不好意思拒绝 随后起身走到她们身边表示 看看她的裙子也不远 等她蹲下身后才发现 女孩的裙子上沾染了红颈 米尔心想这下针线也没用 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猛地站起身来随后给女儿们安排着工作 她让爱丽丝去拿一瓶白葡萄酒过来 让莉莉去把水桶和肥皂拿来 而灰姑娘则是去找很多的毛巾过来 女孩看着米尔吩咐完工作后激动地问道 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米尔笑着表示让她们别抱太大希望 反正裙子都变成这样了也只能搏一搏 待她们把东西都找到了 米尔吩咐那个女孩把裙子脱下来 先暂时用窗帘对付一回 向休息室这边走来 爱丽丝见状 拦下她们说这是女士专用的休息室 而那两个男的则思想窝窝地说 你守在门口 怕不是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爱丽丝解释到她的母亲和妹妹在里面休息 可那两个男的似乎还不肯罢休 一步步向爱丽丝逼近 这个女孩差点被两个罪恨嘲戏 好在这个男人及时赶来 才避免一些坏事发生 她看着丹尼尔的到来乐开了话 在两人简单地问候一下后 丹尼尔冷着脸警告那两个罪恨 还不快离开这里 如果再不走 不介意让他俩体验一下失聪的感觉 两人面对这样的威胁 吓得连忙道歉随后逃走 爱丽丝看着两个罪恨走了 长舒了一口气 刚刚真是吓死她了 这是一位金发妇女突然冒了出来 她询问刚刚爱丽丝没事吧 爱丽丝笑着回答没事 但如果现在进休息室的话 可能会被吓一天 她看着金发妇女疑惑的表情 于是悄悄地向她解释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金发妇女听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也小声地问道那丹尼尔不能进去吗 爱丽丝有点为难地表示 那位小姐现在没衣服穿 所以母亲才让她来守着大门 金发妇女笑着表示原来是这样的 那大家就在这里等 这时有一个女人突然说了句可是闭下 爱丽丝这才反应过来 跟丹尼尔在一起的人只有皇太妃闭下 她连忙跪下向皇太妃行李 而皇太妃则是无奈地表示都怪她说漏了嘴 随后她拉起爱丽丝示意她别紧张 她只是随便逛逛 然后提醒大家都别出声 她就悄悄看一眼 而休息室的他们正在努力地修复裙子 裙子上的污渍随着道上的白葡萄酒而变淡 米尔忍不住感慨还好之前 在网上学过一些技巧 随着污渍的变淡她又拿起肥皂刷了点 然后用清水洗干净后 裙子上的污渍全都不见了 女孩健壮激动地抱住米尔说道 真是太感谢您了夫人 然而他们都没注意到 在门口观察他们的皇太妃 皇太妃看着眼前的场景表示 看来这位女士还真是不一般啊 怪不得丹尼尔对她那么上心 这个女孩只因参加一场舞会 回家便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舞会结束后 米尔回到家就直接摊在了床上 看着外边的女儿们还在玩 忍不住感慨到女儿们的经历真好啊 这时女儿们看到她醒了 便推开门询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要不帮她请医生看看 她笑着回答没关系 自己只是有点心情不好 因为她已经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展成怎样了 灰姑娘本该在12点前 落下玻璃卸回来的 但她却和姐姐们跳舞 跳到凌晨才回来 难道是因为她善待灰姑娘 所以才改变了故事的走向吗 可她毕竟不是那个恶毒的米尔 对三个孩子肯定要一视同仁了 爱丽丝看着精神不佳的母亲问道 你想吃点什么吗 听到母亲回答不用了之后 两姐妹相互对视了一下 随后爱丽丝起身说道 母亲那您继续休息吧 看着女儿们离开后 她闭上眼回想着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 突然而米尔起身 心想这该不会不是童话世界吧 她一直想当然地认为 由于她想得太入神了 完全没注意到向她走来的灰姑娘 直到灰姑娘喊了她好几声 她才反应过来 米尔看着她神情不对连忙问她怎么了 哪知她竟哭了起来 米尔担心地问道 她是不是又打碎了什么东西 她哭着回答不是的随后 她又说道 都怪自己和别人跳舞 导致母亲不开心了 原来是她误会了米尔 她以为米尔不开心是因为 邀请她跳舞的人 比邀请姐姐们的多 米尔听着她这么说 突然有些心疼她 灰姑娘真是太可怜了 米尔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灰姑娘 向她招手示意她到自己身边来 灰姑娘见状唯唯诺诺地走了过去 米尔立马抱住了她 以后她得好好照顾这个让人心疼的孩子 这时米尔开口表示 看到有那么多人邀请灰姑娘跳舞 她挺开心的 又怎么会因为灰姑娘受欢迎而生气呢 她只会为灰姑娘感到骄傲 其实米尔心里很清楚 对于灰姑娘来说这个家就是她的全部 而她现在只有17岁 让她嫁人的话还为时过早 所以能让她依靠的 只有自己和她的两个姐姐 她的生活在一起 自己一定要努力帮她 这时爱丽丝端着茶水走了过来 她看到一位在母亲怀里的灰姑娘 轻手轻脚地把茶水放在桌子上就一看 爱丽丝离开后她对着灰姑娘说道 虽然没办法跟你的生母相提并论 但会尽自己所能地对你好 灰姑娘听到母亲这样说哭得更凶了 或许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母爱的关怀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正当米尔起身准备去查看的时候 就看到丽丽匆匆忙地跑来说皇宫里来人了 吓得米尔立马起身询问皇宫派人干嘛 莉莉解释到那个人是来给母亲送信的 米尔收拾一番后来到门口 才发现来的人是丹尼尔 而她见米尔的第一句话就是 夫人我可以问您吗 待她俯身亲吻的时候 米尔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戴手套 她羞涩地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丹尼尔见状 红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信封说道 这是给您的邀请函 米尔还以为是她想邀请自己参加舞会 但接过后才发现邀请她的人竟然是皇太妃 以为丹尼尔喜欢自己的二年 这天丹尼尔给她送来了一封邀请函 她打开看了之后才发现 竟然是皇太妃邀请她去喝下午茶 虽然她不是很想去 但她也不敢搏皇太妃的面子 丹尼尔似乎看出来她的犹豫 于是开口说道您最好还是去吧 米尔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她 她开心地表示一周后会来接米尔 顺带向她抛了个媚眼 这是一旁的莉莉开口询问丹尼尔现在是否有空 在听到丹尼尔回答有空后 她开心地表示想让丹尼尔陪她一起去看看画 因为她对家里收藏的画很感兴趣 想让丹尼尔帮她解答一下 而一旁的爱丽丝则是责怪她太突然了 这时丹尼尔起身邀请米尔一起去 米尔先是惊讶了一下后起身跟着他们一趟去 此时三人站在画像前 莉莉开心地问她这是不是著名画家的话 她仔细研究一番后发现可能是著名画家画的 但她也不是很确定 这个需要看一下画的署名才可以 米尔问她应该需要怎么做 再听到她说需要把画摘下来才可以 画带回去研究一下 因为那位画家十分神秘 所以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这幅画的真假 突然米尔想到如果这真是出自著名画家之手 那一定可以卖好多钱 于是她答应了丹尼尔的请求 允许她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但为了以防万一 她让莉莉在画上做了一下标记 虽然她相信丹尼尔 但她怕会有人在背后捣鬼 千万不要惹帅哥生气 因为你很可能因此丧命 丹尼尔检查完画像后 发现这幅画是真的 但她警告别人千万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 一旁的王子表示不理解 如果这幅画是真的 那对米尔家来说是件好事 毕竟这幅画可以卖很多钱 丹尼尔解释到并不一定 因为米尔家都是女生 万一被人盯上那可就危险了 王子听到她这样说才恍然大悟 随后两人抵达了精灵餐厅 王子吃着桌子上的美食 忍不住夸赞到真好吃 丹尼尔则是满意地点点头 待两人吃饭完后起身离开了餐厅 走在路上的时候 王子问到有没有那种 让别人认不出自己的魔法 因为他真的很想邀请爱丽丝跳舞 正当丹尼尔准备回答的时候 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那人说了句抱歉后便匆匆离开了 他看着那男人跑进了一条巷子里 忍不住思索起来 这时他问身后的王子 这么关注米尔他们是因为同情他们吗 而王子直接反驳他说道 其他两位小姐他不清楚 但爱丽丝既聪明又努力 根本不需要别人可怜他 丹尼尔似乎也意识到 刚刚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对 于是他向王子道了钱 这时王子才发现他还没来过这个胡同 丹尼尔这是要带自己去哪里呢 此时巷子的镜头坐着几位男人正在聊天 他们看到丹尼尔厚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 但丹尼尔似乎在找什么人 就在这时一个男的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大声地表示自己刚刚偷到了不少金币 而他完全没注意到一旁的丹尼尔 这时丹尼尔走向前去让他把钱包还了 而那男的这才发现 自己刚刚偷的正是他的钱包 但他还是硬气地表示让丹尼尔滚开 丹尼尔笑着表示看来你是新来的呀 随后只听到小巷里传来了一声惨叫 没人知道巷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天米尔受紫爵夫人的邀请 带着大女儿一同来到了紫爵府 米尔看着豪华的装饰忍住心想 要是莉莉和灰姑娘能一起来就好了 这是一旁的紫爵夫人看到他们来了 连忙迎了过来 两人互相问候了一番后 米尔看着她的裙子夸赞到你的裙子真好看 但紫爵夫人并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自己的裙子有点太缩 原来她这次找米尔来是别有目的 她上次在皇宫无意间看到了爱丽丝的礼服 得知上面的鲜花是出自米尔之手 所以她想让米尔把花朵的装饰全卖给她 听到这米尔惊讶地表示花朵装饰权 而紫爵夫人则是笑着表示 这样只有他们两个能穿用花朵装饰的礼服了 并且她还可以多给米尔一些钱 米尔听后惊讶地表示天啊 这么多吗 她没想到这么不起眼的手艺 竟然能让紫爵夫人倾心 那以后会不会发生更多让自己意料之外的事 想到这她突然觉得很不安 随后一个亮枪她差点晕了过去 好在爱丽丝及时扶住了她 然后把她扶到沙发上 紫爵夫人也赶了过来 她见米尔脸色不好 示意她先喝口热茶 米尔点了点头后又忍不住陷入沉思 在这个世界里贵族从来不工作 如果想要补贴家用的话 卖出花朵装饰权确实是个好办法 不过 是不是需要开一些凭证呢 看来得找个懂行的人问问才行 就在这时她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丹尼尔的画像 给她吓得一机灵 随后她连忙用手挥了挥 试图想要把画像赶走 女孩正在沉迷于画画 突然闻到屋子里传来一股烧焦的味道 吓得她赶忙丢下手中的画上楼查看 看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是灰姑娘 她见姐姐一直在忙着画画 所以想要烤些面包给她吃 但没想到烤面包竟然那么难 她一不小心就把面包烤了 丽丽见状忍不住心想她还是不太会做家务 虽然如此 但她还是安慰着灰姑娘没事的 把烤糊的地方切掉就好了 随后丽丽又从冰箱里 拿出了火腿来搭配着面包一起吃 等到大功告成后 丽丽带着灰姑娘来到顶楼用餐 灰姑娘疑惑地问道不用去餐厅吃吗 丽丽表示不用 反正就简单地吃一顿 然后她拿出用苹果发酵的酒 开心地说道今天可以多喝几杯哦 这时灰姑娘不经意间看了一眼丽丽 她本来是想趁姐姐画画时给她准备好晚餐的 可没想到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太丢脸了 一旁的丽丽注意到她正在微微地抽起 于是连忙问她怎么了 她笑着回答没事 然后问面包是不是很难吃啊 听到这话丽丽忍不住心想 她该不会因为这点事而自责吧 丽丽看着她一副快哭的样子 赶忙安慰到没关系的 虽然烤糊了 但味道还是可以的你快尝尝 丽丽见她吃了后连忙转移话题 她在听到灰姑娘是第一次在这里吃饭的时候 忍不住惊讶到你一直住在这里怎么会没来过 灰姑娘被她这么一问陷入了一段式的回忆 那个时候父亲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而等父亲走后 那群表面看着和蔼的仆人们立马换了副嘴脸 他们一点都不善待灰姑娘 灰姑娘每天都满怀期待地等着父亲回来 可当父亲再次回来时旁边却带了一个女人 这对幼小的灰姑娘来说简直犹如晴天霹雳 这个女人正在激动地挑选着衣服 因为她被皇太妃邀请一起喝下午茶 拿不定主意的她正在发愁 刚好这个时候丹尼尔出现了 她兴奋地拿着衣服询问着丹尼尔的意见 以至于都忘记先和她打声招呼 丹尼尔也是见惯不惯 宠密地听着她喋喋不休的 说每个衣服的优点 丹尼尔看着她那纠结的小表情 于是开口问她上衣选好了吗 在听到她说就穿身上那件事 她提议米尔穿那条紫色的裙子 虽说她穿哪个衣服都好看 但这条裙子更能凸显她贵族的气质 米尔听到她这样的回答后 忍不住边笑边拍她说道你嘴真甜 待米尔换好衣服后 两人坐上早已准备好的马车 出发去皇宫的路上 在马车上米尔忍不住问她 你刚刚和莉莉说你要考虑什么呀 因为在出门前她刚好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但可惜的是她没听太清楚 可丹尼尔也不打个帽子她 她笑着说这是个秘密 米尔听到这样的回答她着急了 因为她身为莉莉的母亲有权顾问这些事 丹尼尔看着她着急的样子 说到会告诉你的 但不是现在 毕竟自己还没想好要不要答应呢 这时米尔才恍然大悟地表示 原来莉莉是想找她帮忙啊 这样自己就放心了 丹尼尔生怕她在问些什么 于是连忙转移了话题 她说那幅画 确实是出于著名画家凯尔之手 如果卖掉的话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米尔听后惊讶地表示 天啊那岂不是要发财了 但据说凯尔擅长画小尺寸的话 怎么会突然画这么大的画 丹尼尔解释到估计是受人之托吧 随后笑着说我们到了 待她把米尔扶下车后 米尔忍不住感慨到宫殿真大呀 女人不过顶撞了一下黄太妃 便被大声呵斥没礼貌 她和丹尼尔一起走在去后花园的路上 闻着淡淡的花香 她忍不住感慨着路边的花开得真好 很快两人来到了后花园 仆人见状向黄太妃汇报两人道 随后米尔简单地行了个礼后 笑着表示很感谢黄太妃 这次能邀请自己来参加茶话会 别看米尔表面镇定其实内心慌的一批 丹尼尔像是看出了她的紧张 连忙向她介绍着旁边的伯爵夫人 这时黄太妃突然开口说道 丹尼尔你可以走了 听到这话她和米尔都明显一愣 但随后她回答道 您不打算留我喝杯茶吗 其实她是不放心留米尔一个人在这里 所以随便找了一个留下的借口 黄太妃也只能笑着表示那就留下来吧 众人纷纷入座后 黄太妃开门见山地表示 上次在宴会上她听说了一些事情 所以才想把米尔叫来一起了 她也不遮遮掩眼直接问 米尔的丈夫是不是已经失踪两名了 听到米尔回答是的后 她忍不住夸赞米尔 失去了丈夫还能培养出三个优秀的女儿 真是太了不起了 米尔虽然表面上笑着硬喝 但心里却一直想 她怎么每句话都提到自己没有丈夫呢 这时黄太妃又说道 有些事也不能只靠自己还是要找个依靠 米尔笑着表示当个女强人也挺好的 本来米尔以为就是普通的聊天 但谁知她突然提到了上次在舞会上 有人对米尔说了很失礼的话 那是一个米尔不想回忆的话题 她见米尔不说话随后又说道 年轻人好像很容易遇到这类诱惑了 听到这米尔差点忍不住想送她几句过瘦 他们穿着价值不菲的衣服吃好的喝好的 却在批判年轻人贪图享乐 真是太过分了 不做善事就一定要被骂吗 这个女人因自己精巧的手 贝子爵夫人看上她的手 想要花高价买到她的垄断权 可没想到黄太妃也看上了她的手 在听到米尔说有人要买花朵装饰权时 她劝米尔先别着急做决定 毕竟人生暂时有时候不能计较隐情的利益 看来她是想让米尔 无偿教大家用花朵装饰礼服 但米尔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毕竟自己失去了丈夫生活过得很艰苦 而且还要给三个女儿准备不少嫁妆 如果不想办法赚钱的话 家里根本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又怎么能扔掉手中赚钱的筹码呢 毕竟按照故事走向 肯定会有精灵来帮助灰姑娘 但爱丽丝和莉莉就没那么幸运 突然黄太妃说到只要你卖别人一个人情 他们以后肯定会善待你 听到这米尔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起来 本以为她相信命中注定的爱情 是因为她是个浪漫主义者 可没想到那只是她太天真了 毕竟她和黄太妃的处境不同 所以当然理解不了她的想法 但没有人规定把自己的东西 无偿分享给别人才算善良的人 其实那根本不是善良 毕竟善良和软弱是两码事 米尔可不想被人贴上善良的标签 从而放弃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机会 这事黄太妃突然说到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对吗 在听到米尔肯定的回答后 她劝米尔既然是贵族 就不能这么看重金钱了 没想到米尔直接回对她 刚才二位说年轻的女孩们很容易屈服诱惑 那你们想过她们屈服的原因吗 一旁的伯爵夫人呵斥米尔 竟敢对陛下出言不逊 随后便带着黄太妃离开了 米尔看着两人的离开陷入了沉思 如果在她之前生活的世界里 人们被诱惑冲昏了头也很正常 但这里并非如此 这里的贵族女性不能出去工作 一旦失去了丈夫就只能等着被饿死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他们会想尽办法嫁给有钱人 在米尔看来 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制度都不合理 可为什么她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老婆和母亲吵架鲜红水 那当然是老婆更重要了 此时的米尔还在自责会不会连累丹尼尔 丹尼尔则笑着表示您别担心 皇太妃殿下并没有生气呢 反倒是您会不会因为陛下的话生气呢 听到米尔说算不上生气的时候 他立马兴奋的表示真的吗 但其实米尔只是有些不开心罢了 可仔细想想陛下的年龄和生活经历 也就想通了 毕竟他也上了年纪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 不过陛下会不会因此讨厌自己呢 听到丹尼尔说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 米尔反驳到那可说不准 万一陛下禁止万四一家参加社交活动呢 虽然丹尼尔说别人不邀请的话他可以邀请 但万一陛下下令的话他还能邀请吗 突然丹尼尔认真的表示 别担心 我永远站在您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 米尔听到这句话瞬间觉得很安心 此时另一边的黄太妃也在琢磨米尔刚刚 他转头问伯爵夫人 如果你失去了丈夫且膝下又没有儿子 那么你会怎么生活呢 他在听到伯爵夫人说可以依靠自己的时候 又问到如果自己也不在了呢 并且身边没有一个人能照顾你那该怎么办呢 听到这话伯爵夫人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回答到他会尽快再婚的 但黄太妃又问到如果年纪大或者女儿太多 没人愿意娶你的话你要怎么办 黄太妃见他不回答 继续问他是否会以麦里夫为生 他惊讶地表示要是去做那种低贱的工作 谁还会和他来往啊 黄太妃听到这样的回答 很是满意地笑了笑 是啊 无论身处和种境遇都得活得体美一点 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 女性就一定要依靠男性才能存活吗 黄太妃在听到伯爵夫人说 如果他真沦落到了那种悲惨的境地 那还不如一死了之 也就是这句话突然点醒了黄太妃 他瞬间觉得米尔是那么的伟大 米尔虽然失去了丈夫 但依旧可以不依靠任何人 把女儿们都培养得那么好 这时他突然表示自己还想和米尔见一面 并警告子爵夫人别告诉任何人 悄悄地带米尔来见自己 不得不说子爵夫人的办事效率真高 很快他就找到了米尔 并告诉他陛下要见他 坐在马车上的米尔忍不住疑惑起来 陛下为什么要单独见自己呢 不过幸好他已经提前给女儿们打过招呼了 如果明天他还没回来 那女儿们就会直接去找丹尼尔 仔细想想自己现在好像很依赖丹尼尔 可话说回来丹尼尔帮了他们这么多 该不会是对他们和米尔感兴趣的 很快他们到了皇宫 米尔有子爵夫人带领着来到了茶室 黄太妃看着来人笑着表示你来了 茶有点凉了你别介意 米尔本以为他会因为上次的事训斥自己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客气地招呼自己喝茶 他该不会在茶里下毒吧 这时黄太妃开口说道 关于上次的事情他很抱歉 他并没有站在米尔的角度去考虑 随后他示意子爵夫人先出去 在茶室只剩下黄太妃和米尔两个人的时候 黄太妃表示他知道米尔家的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为了表示歉意 他可以帮米尔实现一些愿望 听到这米尔惊讶地表示 你要帮我实现愿望 听到他肯定地回答 米尔问到什么愿望都行吗 黄太妃表示只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就行 米尔听后郑重地表示 陛下希望你以后可以为我撑腰 这个有着一头红发的男人 正是王子的剑术老师 米尔看着他忍不住感慨道 他们该不会是看脸给王子玄老师的吧 虽然比不上丹尼尔 但他也很帅啊 这时他拉起米尔的手 简单地做了一下纹手 米尔被他这举动动得挺不好意思的 因为之前丹尼尔都会先询问一下他的意见 而红毛突然吻他的手 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一旁的侯爵夫人见状走过来解围 他提议米尔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红毛认识 米尔看着红毛满脸期待的表情 也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向他介绍着女儿们的名字 女儿们在听到他是王子的剑术老师时 立马露出一脸崇拜的表情 被他们这么一夸 红毛剑竟然害羞地脸红了起来 米尔见他脸红心 想看来他还是不太成熟 还以为他和丹尼尔差不多大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他有没有结婚呢 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那自己的女儿们就有机会了 说不定他会喜欢上爱丽丝或者莉莉 然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 不过话说回来 周围的人好像都不适合当他女婿 要不就是年纪大 要不就是穷 这时红毛问道 能邀请你们其中一位跳支舞吗 可没想到爱丽丝和灰姑娘都拒绝他了 本来莉莉也想拒绝他 但被母亲碰了碰手臂 示意他不要拒绝 因为好歹红毛也是侯爵家的少爷 如果被他们三个都拒绝不太好 无奈下莉莉只好答应了红毛 米尔看着两人走向舞台中央 这才松了口气 刚才真是多亏了莉莉啊 一旁的侯爵夫人表示 红毛还没结婚呢 好像优秀的男人都不着急结婚了 米尔硬核到那他应该订婚了吧 侯爵夫人惋惜地表示 他订过两次婚 可结果都不尽原因 但那两次失败的订婚并不怪红毛 听说他收到过精灵的礼物 而那个礼物关系到红毛的婚姻大事 这个男人被精灵祖宗 因此他到现在还一直单身 直到这个女孩的出现 打破了他身上的那个祖宗 米尔思索着侯爵夫人刚刚讲的 红毛收到过精灵送的礼物 他不禁心想红毛 是什么时候收到的礼物 那个礼物为什么会让他变得不行 莉莉和他接触的话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让莉莉远离他 但他不知道的是 莉莉早已动了心 就在这时丹尼尔正缓缓向他靠近 他听到一声您好后 缓缓地回头看去 发现来人正是丹尼尔 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看到丹尼尔就开心 侯爵夫人笑着表示 丹尼尔能来真是他的荣幸 而且今天王子殿下的两位老师都来了 可把侯爵夫人高兴坏了 丹尼尔回应到听说红毛也来了 在听到侯爵夫人说 他在和莉莉跳舞时 丹尼尔笑着向米尔说道 夫人 可以邀请您跳着舞吗 米尔本想以照顾孩子 为理由拒绝他 可这句话一出舞会上 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直接拒绝不好 于是答应了丹尼尔的邀请 两人到舞之后 他开门见山地问 说吧 你想说些什么 你应该是有话说 才邀请我跳舞的吧 毕竟你很少邀请别人跳舞 丹尼尔心想他还真是聪明 因为刚刚他来到宴会的时候 听到有些人在说米尔的坏话 无疑就是上次在黄太妃那里喝茶 他们两人闹得不愉快的事 但没想到就这一件小事 竟然被别人传成米尔顶撞黄太妃 既然他是黄太妃的义子 那就可以代表他的立场 如果他邀请米尔跳舞的话 传闻肯定会不攻自破 不过这只是他邀请米尔跳舞的原因之一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想和米尔跳舞 他看着米尔一脸疑惑的小表情 开心地表示谢谢您愿意成为我的舞伴 他为了帮这个女人消除绯闻 竟主动邀请女人跳舞 要知道他可是从来不跳舞的人 但不得不说他邀请米尔跳舞这招 还挺好使的 毕竟他是黄太妃的义子 贵族小姐们看到他邀请米尔听 忍不住心想看来那个传闻是假的 可当时伯爵夫人讲的时候非常激动 感觉也不像是假的呀 但如果传闻是真的 丹尼尔又为什么包庇她呢 这是一位小姐突然说道 天啊 丹尼尔是不是看上他家的某位小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丹尼尔包庇米尔就说得过去了 另一边米尔家里 三个女儿正在为假面舞会做准备 没错 参加王侯绝佳的派对后 他们又接到了第二封皇宫舞会的邀请函 这次的主题是假面舞会 大家可以装扮成各种角色参加派对 而假面舞会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尽量隐藏身份 然后不让其他人认出来 幸运的是莉莉和爱丽丝小的时候 经常玩过家家 所以之前的东西还能拿出来用一用 但可怜的灰姑娘就不一样了 她连假面舞会是什么都不知道 听到这米尔忍不住开始吐槽灰姑娘的父亲 真不知道她之前是怎么教育灰姑娘的 这时米尔问她小的时候玩过换装游戏吗 再听到她回答没有时 米尔表示现在做新的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可以用你母亲的就衣服改良一下 但米尔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马改口问道 用你母亲的衣服是不是不太好啊 这时灰姑娘用手捏了捏裙子后表示 可以用她母亲的衣服但最好不要剪开 毕竟那是母亲留给她最后的东西 米尔似乎也察觉到了她的情绪 轻轻拉起她的手说道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母亲肯定也希望 你漂漂亮亮的去参加舞会 就在米尔安慰灰姑娘间 一旁的爱丽丝突然头也不回的走掉了